臺灣的國慶慎會 歡迎國務會長以及日華肯各位成員 這次專程來臺灣出席我們的國慶盛會 在座各位參議員 中議員都是臺灣的老朋友 常年熱心推動參加各項交流活動 讓我們彼此的友誼 力久無心 今年 3 月國務會長就任以來 日華肯更多次發表決議文 包括支持臺灣參與 WHA 反對航空公司被迫更民 以及在臺灣和沙瓦多斷交之後立挺臺灣 希望促成臺日在第三國合作 這些重要的支持給了我們許多溫暖和力量 我要代表臺灣人民向大家表達感謝 今年 因為美中貿易戰等因素的衝擊 國際政治 經濟局勢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 變局當中如何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 是臺灣最關切的課題 我相信對日本來說也是維持 面對中國的壓力 我們不會貿然升高對抗 也不會驅從退讓 在變局中扮演穩定的角色 這是最困難的事 但是也是我們作為國家領導人的責任 在整個印度太平洋區域中 臺灣也將抱持著善意 貢獻我們的能力和經驗 我們很願意跟日本一起把民主的價值 把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的經驗 跟其他國家來分享交流 我相當期待在變動的局勢中 因為股務會長跟日華肯的影響力 臺灣跟日本可以維持密切的合作關係 攜手在區域中扮演穩定的力量 我要再次歡迎大家來訪 謝謝大家